我们再来看一组全球快报 据泰国媒体的报道 曼谷一支反政府游行队伍 17号中午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投掷炸弹 爆炸是导致至少28人受伤 据报道 爆炸物是从曼谷路边的一个三层楼高的建筑当中投出来的 当时反政府示威领导人 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苏贴正在带领游行队伍经过该区域 此后苏贴被安保人员护送离开 目前所有伤者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